会有惊喜 掌声欢迎 张慧 张慧 大家好 我叫张慧 我有困扰 我不笑的时候 有人说我凶 还说我强势 我说长得凶就强势吗 你要举一个 真的觉得我强势的例子 他说他得想想 我说那你好好想想 今晚八点之前发给我 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这样 小学参加联欢舞会 我去问化妆老师 可以给我画吗 老师说还不行 让我再等等 结果我妈知道之后 就说我 你要这么说 老师给我画吧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直接发出命令 别人就会执行 还能这样子 我学到了 妈妈打开电视吧 这件事情对我的性格 好像很大 找她之后发现这个性格 实在很难找男朋友 我就去找了一个专业相亲网站的红娘 她说套餐价格一般是八千到一万 让我付一万八 一万八 我的问题这么大吗 他们的经验是 不要提前看照片 直接当面聊 比较容易逞 所以会给我安排六个男人盲盒 我说可以没问题 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男人 三千一个 他还交代我个暗号 中途他会进来 我们见面的这个房间 问我杯子里要不要加水 不加就是不想聊 加就是想聊 没有想到 香个亲把我给渴坏了 记得我跟第一个盲盒 刚刚面对面坐下来 我就有点不想聊 因为他有点丑 但我什么都没说呢 他就对我皱眉了 就你啊 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哟 开到了和我一样强势的同款啊 我说还是先介绍一下 你做什么工作的 行业有什么前途 你为什么还没结婚 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了吗 这个时候红娘敲门了 她刚刚把头探进来 我说不用加水 把水给我倒了 我觉得红娘跟她 有个不一样的暗号 因为她 这个时候 她就开始在那边系鞋带 她的皮鞋都没有鞋带 我现在我都花了钱啊 怎么安排这种 看不上我的人来啊 这种不是免费 平常就可以见到很多的吗 而且我都有一点点好奇了啊 那她是花了多少钱 见到我的呀 我觉得是红娘的工作 没有做好 但我家里呢 像我爸就觉得 是我太冲了 把男人都吓跑了 她说你讲话温柔一点 家庭语气助辞 那我怎么说 不喜欢你的工作 哦 怎么不考虑换条赛道呢 我爸说 你不要再阴阳怪气了 我不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 提出要求 发出命令 就叫有决策力 有领导力 而我做同样的事情 就叫给人压力 后人说他们 好man啊 怎么没有人说我 好woman啊 好woman啊 我爸看我这个态度 就在我们家人群里 转发了一个视频标题 女人太强势 家庭都不会太幸福 动鸣 把我都给看笑了 我觉得女人太强势 都不一定有家庭 但我爸发视频的时候 没有at我 我妈以为在说他 他在群里回复 不喜欢你的家庭哦 我好担心他们吵起来 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家人群 解散了 我现在已经决定 就做自己了 我这样的自己 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不要跟我说什么 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们强势女人 不要命 撒娇女人 讲完了 大家投票 投票 投票 要投了 我该终于我的良心 还是终于现场压力 终于我的压力 我跟你说的吧 作为男性 我就觉得有点颓 连伸手的勇气都没有 差点唬住他们 来 各位 倒计时 开始 好 其实我不觉得张会强势 我觉得在生活里面 它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嘛 然后你身边也有男生这样 有女生这样 都很正常呀 所以说回到张会 张会你的这些 脱友秀的创作是 源于你自己的 生活当中碰到的事 没错 然后确实有人 劝过你说不要强势 有啊 是不是真的 做自己就好 其实但是他站在那 就跟教官一样 然后对不起你 我想问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我也没有通过这个节目 要相信的意思 没有 好 没关系 他确实强势 我都跟上了已经 不是 你看见他就感觉你错了 就是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刚才没拍 我就能感觉到一种压力扑面而来 我这个手就看颤颤抖抖的 能理解 有的男人是这样子的 啊 对啊 我现在挺快的 我真能感觉到你那个气场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对就要拍灯吗 还是因为笑才拍灯啊 因为怕 因为怕 你就忠于你自己 你要自己决定啊 我现在命名张慧 是让张雨琪都惧怕的深 真的 所以我压力就很小了 对啊 对啊 很厉害 很厉害 我得到这样的评价 我根本不在乎你那一票 一 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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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你 伤害 你们想猜挑战 谁 最后投票 那么我们把他们的资讯 该算是谁 我们的资讯 我们把他资讯的给你 好 下柜 一个动作 有个打高 那个有个打高 对 大家好 我们子昊 又来了我 你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这个投球比赛 每年我都在 有些评委都不在了 我还在 五个冠军 有四个都不在了 我还在 其实我也自己也没想到 能把脱口秀干出一种 铁饭碗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烦 每年节目都会有弹幕说 这个子昊到底是谁在看 大家知道吗 哪怕N杯最差的球队 也是有球迷的 你得理解它的存在 我问过我的粉丝的 就为什么喜欢我 其实我一个粉丝的原话是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种 爆笑的脱口秀啊 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种 有文化 有表达 有梗的脱口秀的吗 你说极端一点啊 你说不定就有人喜欢那种 特别尴尬的脱口秀演员 对吧 人家就那种练尬屁不行吗 而且过去这一年半载啊 真的很多亲戚朋友 包括脱口秀的观众 都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干嘛 还在做脱口秀吗 你看 原来每个行业都这样的 就只有走在最前面的人才会被看见的 之前不是有个热搜吗 大家看了吗 就是聊了很多透秀演员那个现状 说谁在拍电影啊 谁在录综艺啊 我一边看一边想 那个子浩的现状呢啊 没有人关心吗 他前几天在他表格了婚礼主持上大放异彩 大摇大摆 就没有人大肆报道一下吗 我说 说真的 像我这种基层透秀演员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给什么婚礼主持啊 给领导加点梗啊 我们就在这各种的灵活 这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 大家明白吧 而且有活就不错的了 我们平常的工作就在幕后 就当编剧 给别人写段子啊 贩卖我们的幽默 大家明白吗 但是幽默真的很主观 所以我们经常会受到一种委屈就是 每次我把我精美的段子交上去啊 那个客户回复就一句话 我不知道好笑的点在哪里 回去改改吧 然后我回去啊 看到那些标注的啊 需要删改的部分 我说你这不是知道在哪里吗 精准地删掉我所有好笑的点啊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做了这个东西啊 就是买卖 买卖哪有什么叫爸爸当孙子的 搞得这么卑微的吗 我从小的观念呢就是 你想要花钱从我这里得到东西 你起码喊我一声老板吧 你们大家有见过那种广东菜市场的老板吗 他们就是个典范你们知道吗 他们那个样子就天天在那儿叼个牙线 你知道吧 碰得不行你知道吗 我以后卖段子我就得学他们那个样子 就人家问老板段子怎么卖 我就说亮窄你想怎么买啊 我这里五百一条买三送一 送什么 送鞋印梗了 送什么 什么 你问我的段子新不新鲜 你自己留眼看的吗 又是纳阴又是汪峰的 你说新不新鲜啊 你怕我这些东西违规不合法 秋亮窄 你懂透口线吗你 问这个你就外行了 这么跟你说吧 我在这里做了七年了 你看看这个市场 很多弹口都不做了 我还在这里 你问问这个市场其他人 谁不知道 我浩哥的段子就算不够幽默报效 但也绝对安全可靠 让得这样啊 我看你是成性要了啊 最低四百五一条 拿走啊拿走 放心 我这批段子超炸了啊 因为都是从忽兰那里偷的啊 赚大了你 谢谢大家谢谢 好 这个就是难 有点不好说了 对 来看一下张慧和梓浩的分数情况 梓浩创到101了 张慧晋级 那我们是桑浩带的教授 好 我听你 好 哎呀我是最第一章 是播过来的 恭喜贺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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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组朋友 是一对真兄弟 双胞胎 让我们欢迎 对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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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另一个双胞胎 我是傅刘雨 我是傅刘旭 我们是对儿六 哎老弟啊 哎 我有个想法 你说你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 拆开去说脱口秀 然后我们两个一为一 这样至少能保一个晋级 有道理啊 对吧 那我们保大还是保小啊 保我吧哥 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就比我晚出生一分钟 算什么年轻人啊 我的意思是说呀 我们应该分开发展 不当双胞胎了 不当双胞胎了 但是我觉得双胞胎挺好的 但是分开发展会更好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对我们来试一下吗 未来 你成为了一名演员 嗯 比起拍摄了双子神偷 双子神探 双子登登登 双子 别双子了 这些个电影明理 一听里面就有你啊 不要有你 我自己演 你独自拍摄了 孤单北板球寂寞独生子 一个人过得很不好 这都什么电影名也太惨了吧 未来你成为了最佳男演员 做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你马上就要成为天王地他房 太快了吧 别急 你立刻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赶紧补救一下 占有了公共资源 我很荣幸 很抱歉 照片上这个人其实是我弟弟啊 怎么还 还好有你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事业根本就离不开我呀 既然事业上离不开你 那爱情 爱情 爱情 李总没有你了吧 未来 你遇到了一个令心动的女孩 双鱼座的你 爱上了双马尾的她 在双休日 你们双双来到了西双版纳 我现在有点听不了双这个字 去邯郸 寒丹吗 从丹尾齐丹就和丹马尾的姑娘去寒丹 滇 去寒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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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到了寒丹的公园 哎 天上白云飘飘水面波高凌凌两岸 孕育聪聪 别词也不要 像这种AABB剧型的小句子就不要出现 你太敏感了 你看 公园门口有两棵树 树 它们一棵是藻树 另一棵是柳树 它们不是双胞胎 你不要做铺垫了 这个时候姑娘开口说话了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玩游戏是很好增进感情的方式 那我们玩什么呢 斗地主 可还少一个人呢 你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呀 前面会桃圆桃圆 我们接艺吧 你是大哥 我是三弟 他没有二哥呀 你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呀 还是没拦住你小子呀 不是 为什么会突然结拜也太奇怪了吧 哎呀 有的时候就是会跟喜欢的姑娘 处成哥们嘛 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点事件推进一下 那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需要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突然草丛里跳出越流氓 来得正好 正好吗哥哥 又是你呀 不是 我们俩长得都一样 别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俩是一伙的了 这个时候姑娘疑惑地看着你们俩 你们俩怎么长得一样啊 混蛋了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啊 这也能圆回来 在弟弟的撮合下 你们在一起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后来 弟弟也消失在了你的生活里 怎么感觉是融入了我的生活呀 终于摆脱了双方态的身份 可是怎么感觉有点小惆怅啊 不久之后 你决定向心爱的姑娘求婚 没有了弟弟果然一些正常多了 突然你接到领导加班电话 加班电话 但是也很爱情面前 你分身发疏 你左右南部 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去加班 那就好了呀 对呀 你恍然大悟 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说 说出来 我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 对了 不对 还是双胞胎好呀 别哑了呀 谢谢大家 来 锁票到计时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一点 就是他们两个肢体都特别灵活 因为他们二位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动补的演员 两位都是动补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作品 这是一个游戏是不是 跟他们俩都比较一样 他跟录的节目的 太漂亮了 好 帅帅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帅了 帅了 太帅了 太帅了 很棒了 太帅了 有点儿 太帅了 我们是文系演员 动物里的文系演员 但刚才有很多需要肢体表达的一些动作 如果不会那些动作就接不着火 所以卷起来了 而且真的是天衣无缝 两个双胞胎配的天衣无缝 那你们想过用一些 比如说更加肢体一些动作 以前因为我双胞胎杂技演员 他们有很多种肢体动作表现会特别有意思 你们想过吗 就更肢体丰富一些的语言 这个是我们动作最小的段子 好 那我们希望两位还攒着更多的东西 能够在下面有更好的表现 刚才就是队6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现在有没有好笑区的哪位或者哪组 想要对队6发起奖满挑战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我们想张静老师 张静挺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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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俊 张俊 大家好 我是张俊 你们好 今天咱们讲了很多健身的东西 我有一些发现 我朋友很多朋友都健身 但他们健身的目的很奇怪 我能理解的目的就是 你健身 比如说你为了拍电影 或者以前我们练游泳 健身是为了变得更快 然后我现在有些朋友 他每天就是纯健身 就纯健身 你问他你健身是为啥 他说为了变大 就变大 每天你一个人的地方苦大抽身变大 变大 他要用这个理由去消解生活中 对他的所有的委屈 老板把我批评了 但是我大 撞到电影杆 但是我大 肌肉男其实算是个弱势群体来的 他们是被歧视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里边 特别看重聪明 如果你四肢过于发达 别人是默认你头脑比较简单 你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 才能看起来头脑普通的样子 但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不一样的是 其他弱势群体或多或少 都是先天原因造成的 只有肌肉男 没有天生了 只有肌肉男 是靠着自己的后天努力 一步一步被歧视了 很可惜 因为增肌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他要严格控制饮食 高强度训练 规律作息 他练出一身肌肉 把衣服一脱便 看见他笨笨的 我没有 他们变大 他就是变大 他每天都变大 那些网友变大 我一放我手机玩得好好的 变大 变大是什么理由 运动都是有起源的 奥运会最古老的项目田径 都是为了活命才有的 你扔标枪是为了打猎 跑步是为了逃跑 老虎气喘吁吁的 跟丢了一个跑步贼快的人 心想今天晚饭又没有着落了 扭头一看 这边有人才变大 你问他 你为什么不跑 有氧掉肌肉 老虎躺边 笨笨的 这帮人看见贼好吃 他们要美黑 看着外焦里嫩的 还要抹油 皮肤亮晶晶的 还要在一个炙热的聚光灯 下边转的圈圈百造型 有人吃过烤鸭没有 是一样的 我能理解现在是你的工作 但你不要用这个 去逃避真实生活嘛 我觉得他们在健身房 有多兴奋 回家就有多空虚 他在健身房每天 回家以后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爱我 想要抱一下自己也不行 因为胸肌太大了 有些人健身 还是说会为了健康 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 我只是受不了 他因为这个理由 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你见过那个人吗 你出去跟他吃饭 点餐之前 他要站起来先宣布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不能吃这些东西 因为我在健身 因为我在健身 这些东西不健康 我不吃不健康的 你们吃不健康的东西 所以我会比你们所有人 活得更久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你再这么犯贱下去 不一定活得过今天 他就是天天都要吃西兰花 餐餐都要吃西兰花 他以后坟头草长出来 一定是西兰花 这其他坟头都不一样 你就上坟特别好找 他就是执着于要减脂 减脂 明天的减脂 就减脂 他是不是不知道骨灰的体脂率是零啊 然后我去给他上坟 发现他木制名上面改了 生前何必减脂 死后自会归零 就这样 我说这么多健身的东西 我也健身 平常 我也健身 但我也吃宵夜 我也喝酒 不健康的时候我都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健身不是为了健康 我是为了不健康的活久一点 我太喜欢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我要让他可持续发展 我才去健身 很多人和我一样 很多人比我还要极端 我有些朋友 他每周五晚上 就是下班 健身房 洗澡 酒吧 刚刚健身完就往酒吧冲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健康对冲 老子今天续的命 今天就要花了 今日命 今日闭 好自律啊 原来人的寿命可以日节的 就是说实话 很合理 对我来说很合理 因为作死和惜命 是热爱生活的一体两面 作死是因为我 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来活 惜命是我怕今天 真的是最后一天 我的理想生活是活到60岁 但60岁之前 每一天都要吃点喝辣 每一天都要吃点喝辣 然后60岁那天 突然一下自然死亡 就在火锅烈火生日的时候 就在火锅烈火生日吃完 我最后一口吓滑 突然一下 然后就跟所有的烦恼 说拜拜了 谢谢大家 吴正俊 谢谢 这段这次不错 这段还挺好 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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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杜尔刘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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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和168 让我们恭喜张俊进入到下一环节